来自南方都市保播报 南都记者调查发现 一些羊毛党瞄准了被热抢的政府消费券 钻监管技术等方面的空子 将消费券套现交易并从中获取利益 羊毛党中介明码实价吸引持券者转手消费券 并经商家合销后 商家羊毛党持券者三方合谋分成 制造虚假交易从中获利 南都记者了解到 目前一部分城市已出台相关规定管制消费券的套现现象 有律师告诉南都记者 持券者明知商家是羊毛情况下转让消费券 转让数额较大数目较多的涉嫌诈骗罪 商家进行套现的虚假交易行为涉嫌诈骗罪 或被追究刑事责任